台湾同性婚姻事件案将在5月24号 做出本案核心或违宪的解释 这个课题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因为这可能让台湾成为亚洲区域中 首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度 目前来讲我的信心不大 以目前这些政治领导人 他们反映出来的态度 不是很明确 我希望他们拍个桌子站起来 我就应该为这少数人来争取 即使只有一个两个 即使全台湾只有两个同性恋 或者只有一个同性恋 他也应该要有权利结婚 我觉得政府就应该这样做 一般认为视线结果赞成 同性婚姻平权的几率颇高 有人支持但也有人反对 一些民众认为 政府在通过同性婚姻之前 应该先取得民间共识 同婚这个议题 其实目前社会大众 对这个整个内容并不是那么了解 在大家都还没有共识的情况下 就要立这个法 而且这个法是影响全部的人民 那中间不管是要耗费多少人力 以及说对人民的所有影响 这个都是应该要等到人民有共识之后 才去做的事情 听同婚的婚姻平权大平台已经宣布 24号下午将在台湾立法院旁举办活动 从下午三点半开始 邀请台湾群众一起关心事件动态 NDP7综合报道 大法官要为历史负责 大法官要为历史负责 违反程序正义 同婚事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